时光在这里凝结,空间在这里重构,产业在这里聚集,人们在这里生息,这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这里承载着你我的日常,听城市醒来的声音,看产业生长的模样,品味街头相位的人间烟火,续写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百年风华正青春,砥砺奋剑新征城,一百座风格迥异的城市,一百场深度揭秘的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裁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正在进行中。 时光在这里凝结,空间在这里重构,产业在这里聚集,人们在这里生息,这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这里承载着你我的日常, 听城市醒来的声音,看产业生长的模样,品味街头相位的人间烟火,续写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百年风华正青春,砥砺奋剑新征城,一百座风格迥异的城市,一百场深度揭秘的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裁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正在进行中。 时光在这里凝结,空间在这里重构,产业在这里聚集,人们在这里生息, 这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这里承载着你我的日常,听城市醒来的声音。 时光在这里凝结,空间在这里重构,产业在这里聚集,人们在这里生息, 这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这里承载着你我的日常,听城市醒来的声音, 看产业生长的模样,品味街头相位的人间烟火,续写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百年风华正青春,砥砺奋剑新征城,一百座风格迥异的城市,一百场深度揭秘的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裁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正在进行中。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好的 感谢我们庆丰收的锣鼓 为我们敲出了精神 打出了气质 各位好 欢迎您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百年百成如媒体活动 我是主持人王宇 今年是建党百年 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回望光辉历史 破话 光明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 联合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发起了百年百成如媒体活动 展现城市风貌 揭秘城市产业成长的密码 您可以通过央视财经频道 央视财经APP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APP 为您喜爱的城市和家乡点赞投票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今天活动的第一站 河北省的张家口市 2015年7月31号 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宣布 北京将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 由此张家口市也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名片 那就是冰雪经济 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数据 目前张家口全市已建成滑雪厂9家冰雪运动培训基地59家 创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90所 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目87项 总投资339亿元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全市落地风光发电企业104家 张家口市成为了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 全市可再生能源消费量 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了30% 全部的冬奥场馆实现了100%的绿色功能 如今塞外明珠张家口 面临着经经济协同发展 可持续能源示范区和2022冬奥会 这三大历史发展机遇 正在逐渐呈现它的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蔡骏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 以及张家口市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燕望林三位领导共同登台 请您们站在全新的起点 一同打响发令枪共同启动 百年百成融媒体活动 一起为冬奥加油 为新征程喝彩 好的 三 二 一 出发 三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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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张家口市的市民广场 这个广场位于市中心的位置 为了迎接建党百年 中心广场是搭建了多组立体的花坛 首先我们看到在舞台正对面的金章高铁造型的花坛 就是我们张家口市的第一张名片金章铁路了 在一百多年前中国铁路支付詹天佑主持修建了金章铁路 开启了中国铁路的建设之路 而今天金章高铁已经把我们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通行时间缩短到了一个小时 稍后呢我将会带您去打卡一个当地的网红景点 去感受一下金章铁路和他们市民之间的紧密关联 张家口的第二张名片是绿色 提到绿色呢我们就要去宣化去去看一看了 宣化乘着东风来了一场钢铁制造业的绿色转型之旅 稍后我们的同事史涵会探访全国首家冬奥学校 和那儿的学生们一起PK一下冰上的运动技巧 张家口的第三张名片相信您也猜到了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冰雪经济 您看到的这个侧面呈现S造型的建筑 就是冬奥会地标性赛场雪如意 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张燃已经在重立冬奥会核心区等待大家了 她将会带您探访一下在秋天滑雪场的正确打开方式 让我们把时间和镜头交给张燃 稍后见 好的 王宇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新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 今天我们来到了张家口市的重立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跳台滑雪场地 这也是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 大家可以看到它从侧面来看是一个S型的造型 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意的形状 因此也被亲切地称之为雪如意 那关于雪如意现在建设进展的情况及它背后的故事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负责人贾索 贾索您好 负责人好 大家好 想请教一下贾索 现在我们的雪如意介绍的如何了 然后它背后有哪些故事 好 大家也看到了 雪如意现在呈现是一个完美的 军状的一个已经具备了比赛功能的一个体育场馆 它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嘛 其实呢我们在去年的9月份已经就完工了 而且在12月份成功举办了河北省第二届军运动会的开幕式 也得到了国际雪莲的重逢肯定 在今年1月份系统数据到现场考察 给了我们也很高度的赞 我们看到雪如意现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绿色的状态 它是也可以参加夏天的赛事吗 是的 咱们这个跳台是四季跳台 冬天是雪 其他季节的它就是草 可以一年四季都用出来 对 而且国家都已经在这举行了雪拔赛 就是跳的草 在雪如意的对面呢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奥运的地标建筑冰玉环了 就在我们的对面 那现在冰玉环的建设情况如何 它在赛时和赛后都会有承担哪些作用呢 冰玉环的主体已经完成了 现在它正在做它的市面 还有安全栏杆 还有灯的亮化 都在9月底就完成了 那么它在赛事的功能呢 它就是连接在三个场馆 有机地把这个三个场馆练起来 而且它还承担了它的一个交通用户能力 它是封签院和后院 所谓的签院就是上面 看着这一圈 那个后院就是它的下面 那么签院就是赛事的时候就走观众 封流 封流到三个场馆 那么下面就是走车 交通 那未来在这个奥运结束之后 这个冰玉环会成大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冰玉环啊 所谓冰玉环它是一圈的 赛事呢咱们是它一共三公里 赛事是修起了两公里 那么后公里就是赛后要修起来 修起来以后 你看到冰环里边吧 这是我们酒店叫三地基地公园酒店 它是方位A和B A呢是在赛事的时候呢 它是住的是体育工作者 那么B呢是媒体工作者 那么赛后呢就对外开放了 我们还在准备在上面或者下面 建一些酒吧 咖啡屋 还有搞到一些消费店 那么都带动这个还经济 我们就叫拉动冰玉环经济 冰玉环经济这个词特别好 我们也最近经常其实提到这个奥运经济 可能过去呢大家提到奥运经济 首先想到的会是像转播权 门票收入以及赞助商等等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会关注另外一个词 就是奥运遗产 也就是指这个奥运会在经济上文化上 包括环境保护甚至科技上 给一个城市所带来的这个长期的收益 那咱们北京奥运会的奥运遗产到时候会有哪些应用呢 比方我们这个对面跳台 它在上面就像咱们如意那个头一样 它叫顶方 里面赛后以后它要建成一个那个多功能厅 它能举行展示 弄摊会展 还有餐饮等等 这些东西带动 你看下边呢我们可以举行一个大型的音乐节 开幕式 还有踢足球 那么还有个体育功能呢 它就是承担着以后的未来的国际的大赛 周际大赛 还有国内的一些赛事在这里 还有一点三后林区我们看的比赛嘛 肯定要有雪 有雪就是有水 那么我们在我的右手边 它就有一个蓄水室 蓄水室是二万地方的 那么它收集的都是地表水 雨水 还有溶雪水 然后通过进化 然后怎么造雪 这样这个经济呢 就不用再花额外的钱 这样还做到了这个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既环保 又能把经济上算得更加的划算 是的 它以后在夏天可以作为一个景观户 冬天可以作为花瓶厂 都是对经济的一个带动 我们古阳树这儿还可以综合的考虑 将来旅游 参观 调的形状特别美 景色也特别美 那么综合的套票 一赞式的 过来旅游都非常好 适合全家人 休闲娱乐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好的 谢谢贾总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大家 北京冬奥会有着丰厚的奥运遗产 那他们究竟会如何发挥作用呢 我们一起去雪场看一看 哇塞 这视频太帅了 我能练吗 可以的 没问题 让我们练起来吧 这条赛道我算是亮亮相像的体验完了 刚才游戏教练 你现在教我的就是一样 那你冬天教的什么呢 冬天教我的发挥 对 那等于说你冬天自己的就在这里 对 那好 那咱们冬天见 好嘞 冬天见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 百年百成 您可以通过央视财经频道 央视财经客户端等平台 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也欢迎下载央视财经的APP 来为自己的家乡点赞 今天呢是我们直播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张家口市的重礼区 随着2022年冬奥会的拉动啊 中国的冰雪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那在五年前呢 如果您想购买滑雪板 可能要通过电商来选购 而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滑雪小镇就看到了 国货之光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那无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品牌 还是我们国家企业所投资的这种冰雪装备的品牌 也是琳琅满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去来看一看 来 老板好 你好 我姓张 我们这家店的品牌创始人呢都是就是中国人 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线都是国内生产 然后国内销售 那从软件方面呢 不知道您这个店最近的销量怎么样 现在是因为雪居店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通病吧 夏季可能它的销售没有东西那么好 所以说我们的品牌也在做一些夏季的转型 然后包括你看到像备胎裤也是一种潮牌 包括T恤啊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服装 可以像登山啊 或者是一些当做潮流的一些潮品 今年是一个就是滑雪产业线下店开业的一个大的爆发式的这样的趋势 对因为今年过云难之后就马上冬奥会了嘛 所以说今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 然后可能未来五年到十年乃至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 中国冰雪产业可能会越来越好 所以说民族品牌吧 因为以前的冰雪品牌都是从进口过来的 所以说从近几年开始民族品牌会越来越多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带来了更多就业的机会啊 也是因为你想看我们现在开这么多店 然后也是平台包括一些招聘的平台 在积蓄各个区的店长包括店员 店长都不够用了 店长不够用 您家里除了您以外还有人从事相关的这个冰雪产业 像我女朋友也从于从事这个冰雪行业 对 其实现在我们说是三亿人上冰雪 其实我看到的是三亿幸福的家庭受益于冰雪产业 对对对 现在就是说其实在雪场有可能会看到很多 夫妻俩带孩子一起来划雪 对也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这个冰雪产业来收获事业 收获幸福收获美好的生活 对好的谢谢您的时间 好谢谢 谢谢 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呢也从这个聊天中了解的 其实中国现在整个的冰雪产业可以说呈现成一种爆发式的增长 而在这个崇里呢 这样一个冰雪小镇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它的雪迹是非常非常的长 从一般来说从11月到第二年的5月都是可以有这个冰雪运动 但是我们也不禁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像这样一个这么大的滑雪场 它夏天能用来做什么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采访一下这边的冰雪的运动的教练 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是来自泰晤山地体育学院的一名教练 我姓吕 大家可以教我吕教练 吕教练我们其实挺好奇的 现在是这个金酒饮食是9月份 那您作为一个冰雪教练 9月份在这边做什么 像我们夏季的运动项目其实也有挺多 比如说一些户外探险类的 像徒步啦 冰山越野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刺激的 就是我们山地速教 还会不定期的去举办一些比赛 然后发布一些奖项等等 都是一些特别适合年轻人的户外运动 对对对 我比较有关心啊 就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对滑雪感兴趣的小白 他要是想成为像您这样优秀的 这个滑雪教练 他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话有政策 就是去经过一个七天到十天的培训 就可以领到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个国职 国职证书 然后就可以选择再去从事这个教练行业 它的费用大概是2600块钱左右吧 2600块钱 其实并不是很贵 对对对对对 您未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哪些规划呢 我的生涯呢就是 希望我在今年的雪季 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滑行水平 然后跟我们的团队形成一个良好的配合 把这个冰雪产业呢做更好 好的那谢谢您的分享 好嘞谢谢再见 好嘞 其实说到这个冷资源如何变成热经济呢 可以说是涉及方方面面 那除了刚才我们也谈到的这个冰雪装备 以及这个冰雪教练的这样的一些方面以外 我们更关注的是整个滑雪场的全年后的运营 过去啊大家提到这个滑雪场的时候 可能就是想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去滑一下雪 那么夏天它是如何来进一步盈利 去充分利用到这边现有的这些基础设施 以及软件硬件来去产生经济价值的呢 我们也约到了雪场的这位负责人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您好 您好 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那我们其实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陈总 陈总是从事这个冰雪方面的已经多少年了 接近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真是我们其实是中国这个滑雪行业的元老级人物了 就是做的时间比较长 没有什么元老 我们这回过来特别惊讶的看到 其实夏天的时候的这个泰晤 冬天的时候一样热闹可以说是 是的 泰晤现在在国内呢 这种四季度假 冰雪度假 小这个度假区里啊 嗯 做的是比较好的 而且现在呢 陆续已经跟这个北美欧洲 对 形成了一个差不多的这种 叫怎么说呢 叫氛围或者是这种 冰雪文化 对 而且现在呢 泰晤的夏季呢 已经跟冬季接待的人次 已经现在是相当的了 那盈利的情况怎么样 相当的好 就是夏天赚的钱其实可能不一定比冬天少 夏天呢 它是第一个把你的这些所有业态 这个房间 酒店 包括这个餐饮 都用装满 让这些人能有事做 但是夏季的成本呢 是低于冬季成本 就是运营的 它的利润更高 哦 所以 请坐 谢谢 其实有很多人也希望来分享这个冰雪经济大蛋糕 那么对于 现在整个行业的现状来讲 未来有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去考虑 会有这个新的商机呢 在这个冰雪这一方面呢 未来可能涉及到的培训呢 一些就这个设计冰雪运动的培训 或者设计到夏季项目的一些培训 比如什么 散意滑翔啊 什么 户外的活动拓展呢 越野跑啊 包括这个徒步啊 这很多的活动都在其中 你看很多的这种单位集体这种团队的拓展项目 它在城市里找的环境 远远低于我们这种山地度假区 六个度假地的这个环境和感觉 二一个呢 这种成熟的这种山地度假村呢 它有成熟的配套 好的交通 好的酒店 好的餐饮 好的环境 空气 这都给这些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密地音乐节 一天就进了两万多人 而且都是年轻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还能通过一些赛事 每个月都会主办专业的业余的这种赛事 让这种赛事活动呢 带动所有人进入这个运动的参与座 你是普通人离奥运会最近的距离 因为一项运动 不管有什么样的运动 要反正发展 一定从小娃娃抓起 所以说我们呢 去年前年每年冬季啊 就这个东零 基本都在一放卡 所以这种这些 通过这些努力的话呢 都会加速这种三约上去雪的速度 为早的时间的目标呢 我们也是贡献自己的一点 好的 谢谢陈总跟我们的分享 那刚才在这个采访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说这个滑雪人 他的培养要从小娃娃抓起 那么具体小朋友是怎样训练成为这个滑雪方面的人才的 我们张家口是在硬件方面又做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接下来呢 我的同事史涵将从张家口是宣化为大家进一步带来报道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辱媒体活动百年百成 我是记者史涵 您可以通过央视财经频道或者央视财经客户端等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为您的家乡点赞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宣化二中 这里同时呢也是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体克运动学校的所在地 您看我身后啊 这些孩子们已经操练起来了 咱们一块下去看看 那么和一般的普通学校的这种训练馆相比较呢 这个训练馆很显然它的很多装备和设备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我们下去看一下 那在整个这个场馆里面啊 实际上最显眼的就是这样一个呃非常专业的蹦床了哈 呃教练您好啊您是这个项目的教练是吧 那首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丹满滑雪悠行场地的教练员 啊您好那现在这个孩子们训练的是什么什么项目啊 他们现在是练的是蹦床 蹦床 主要是作为模拟雪上空中做动作时候用的 哦就是说在空中技巧这部分 他们在蹦床先给他练熟练了 对 然后以后再穿上雪板然后再去做这些动作 对 哦那这些孩子呃大大大部分都是多大年龄的孩子啊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初二 四三的嗯 然后他们的雪上基础现在只有第二年第三年 哦一般练到什么时候才能带着雪板在上面跳 其实从第二年开始啊第三年就足够会加入雪板的简单静的动作去训练了 然后足够一点去增加难度啊比如说空中转体啊空翻之类的 那今年冬天是不是也会到这个学场里去训练啊 对 是吧 对 好那您先忙您先忙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这边啊我发现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这个装备啊 呃打扰一下 您是这个项目的教练 对您好 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啊我您好我姓卢叫卢成林 卢教练 您负责的是哪个项目 我负责的是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 看起来应该好像不是特别难啊 不是不是特别难啊啊啊就是一个平衡 掌握好平衡 掌握好平衡啊 我上去试试啊 对 哎哎哎哎哎哦他这个踏板还是还是这种活动的啊 对对对 活动的那这这平衡可 你首先你先抓着不要动手啊 你一条腿使劲一条腿使劲一条腿使劲 对对对对对 就往这边走了哦 对 两边 哎我就老觉得我到边上我可能要吹倒 对所以说要有平衡 很重要 那这个手离开我觉得挺难的 对手离开 熟练了以后手就可以离开了 是吧 他们这些孩子们一般练多长时间能特别熟练 掌握这个 呃一年到两年吧 这个一年到两年 模拟器就可以熟练的掌握了 是吧 对 它和真正的这个学道还是有点差别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哦 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没有太大的作用 哦 哎呦 这还是得 还是较劲啊 对对对 不会的就比较较劲啊 对 哦 好 那就是回头到了学习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这个真正的学道的训练了 对 现在也不耽误 对对对 这个装置之后 对 好 那您先忙 哎 好 我再去那边看了 哈哈 哈哈 哦 这还有一个能看通是一个滑雪的一个训练装置啊 呃 打扰一下 哦 那个您这是正在教学的是什么项目 我们教学的是越野滑轮 呃 相当于咱们雪上的越野滑雪 哦 越野滑雪 哦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靠上肢力量 对 上肢力量 还有协调性 来练这个动作是吧 对 哦 那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呃 我今年14岁 14岁 上初 初二 初二是吧 那你练这个练了多久了呀 练了一年多了吧 今天第二年了 哦 那你喜欢吗 这个滑雪这校的 喜欢 是吧 那给我们讲讲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嗯 就练好这项目 以后拿个二级考个好大学 考理想大学 哦 就有没有更高一点的理想 为国争光啊这些 没有那么大奢求 是吗 就是想把这个项目先学好 对 然后咱们再看下一步 对 是吧 好 那这样 我想挑战一下咱俩比比 怎么样 咱俩挑战一下 这个是不是动作熟练的话 频率会比较快 是吧 今天这个也有关系 好 那您拿着 能不能30秒吧 好 我给您卡个时间 看谁 看谁次数多了 咱们自己自己自己次数啊 来 预备 开始 三二一 三二一 我已经没有体力了 可能是用劲不太 对 其实咱们发力也是有要求的 因为做这个动作 上去也要引起来 下压是一个惯性的动作 光靠蛮力咱们肯定会飞进去 你刚才做了多少次 48次 我才21次 看来还是动作标准性 是非常重要的 好 谢谢 我们再去那边转一下 我看好像在外面也有一些训练项目 您好 您是李校长是吧 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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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边外面还有一些训练项目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好不好 来来来 也通过刚才的这个比赛 也就一个一下 对 我就全当锻炼身体了 在那个位置 对 在这边 我们的越野滑度队在那边在训练 咱们这个学校 这运动学校 它和传统的体校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对 2015年 北京和张家口 升办成功奥运会以后 全国首家体教融合的冰雪运动学校 张家口是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 划牌的选择二中 它跟其他体校有不同之处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首先是以学生为主 然后是运动员 体校的 在体校的一些小孩 它主要是以运动员 然后过渡到学生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在我们学校 我们把这个体教融合做到的一个极限 首先我们是为孩子量身打造的他们的学习课程 第二个我们就统筹我们的时间安排 就是把学习和训练这个时间融合在一起 我们是这样的 一年中我们是有两步合作 第一步是在雪迹时候 雪迹的当时我们会到的学场进行雪上实地训练 白天学生们就是在雪上进行实地训练 然后晚上我们会拍住我们的文案课教师 对他们进行三个小时的文案课教学 就相当于冬天雪迹的时候 白天是在训练 晚上是在上课 现在这个时候是白天上课 这个黑雪迹的时候 下午训练 对我们上午白天训练 白天学习 下午的是训练 白天上课学习 那他们的文化课学习时间 实际上更不比其他的学生要少 并不比他们的要少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雪迹的时候 相对来说 比我们现在在校的学生的文化课 相对而言 但是要少一些 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他们的学习课程 是是是 我看这位也是怎么个教练 这位是郭老师 是我们的冰野学校的第一任 哦您好 你还去往现在的这个训练部的公主 哦我看您这也正忙着呢 对我们这在搞训练 哦 那他们在外面实际上这个季节不到雪迹的话 也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 针对冰雪运动这块的训练 我看那边还有那个 在汉地上面的滑板 对滑轮 哦 汉地滑轮我们是 就保证他们能够 保证冬季项目的技巧的一些一些练习 哦 嗯 是 那既然您是相当第一任的班主任 冰雪班第一任班主任 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呃这个学校获得的都有哪些好成绩啊 嗯 我们这几年那个 在这个各级各类比赛当中 也取得了500多块奖牌 然后100多块金牌 然后就是说是在这个输送运动员上 我们是输送到省队是32人 嗯 输送到国家队是29人 曾经也拿过全国比赛的前三 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个人吧 在这个国家队在意训练 哦 是的 那的确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那我相信呢 这些孩子们今后应该都会在这个冰雪运动方面呢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另外呢 我们也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实现梦想 早日为国争光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为这些未来的冰雪运动健儿们点赞 时光在这里迎接 空间在这里重构 产业在这里聚集 人们在这里生息 这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 这里承载着你我的日常 听城市醒来的声音 看产业生长的模样 品味街头相位的人间烟火 去写城市发展的展现篇章 百年风华正青春 砥砺奋界新征城 一百座风格迥异的城市 一百场深度揭秘的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裁 财经节目中心 大型融媒体活动 百年百成 正在进行中 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现在是来到了 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的一间工厂里面 这工厂是做什么的 我先卖个关子 咱们一块猜一猜 这里边制造的是个什么东西 走 这个就是这间工厂 生产的一个主要的产品了 中间是一个圆形的 一个大翅轮 然后下面你看 也是一个圆形的大圆盘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出来 我们找明白人揭晓一下答案 来 那个张总 您好 您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锁道 咱们那个华学厂的锁道 锁道的那个 就是那个大转盘 就是华学厂锁道往上转 上面那个轴 对 那个大转盘 这个产品就是在 咱们这个工厂里边装配出来的 是吧 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自己生产的 它的原料就是钢板 钢板 这是钢板 下料 焊接 这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那相当于这个两个部分是焊接到一起 这都是 你看这都是焊接出来的 它这个焊接技术好高啊 看起来就像是一体的构建 对对对 现在这个要求特别高 现在这个要求特别高 是是是 因为它的安全系数特别高 但是已经能够完全的实现国产了 这都是我们厂那边自己做的 是吧 自己生产的 那您家这个工厂的话 主要就是做这个装饰吗 还有什么 我们这个产品是跟北京启动运输机械设计研优院 他们设计我们来生产 我们两家就是一块那什么合作的 对对对 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滑雪场我们还有个产品 还有一个产品 还有一个产品 你看一下 在另外一个厂子 在在月儿里边你看 在月儿里 这儿你看 哦这个啊 对 这个叫固定造血机旋转支架 我刚才都没看见 上面是造血机 上面是造血机是什么造血机都能装 我们主要就做这个固定造血机旋转支架 哦相当于后边整个这个支架是 对 这是我们设计制造出来的 这是我们设计制造的 就是您的专利相当于 对对对 这是根据滑雪场的需求 我们15年我们设计设计出来了 是是是 那它相当于说是 现在就把这个把所有的这个造血机都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了 对 空中了 对 这个造血机放在上面以后就有好多好多好处 哦 哦 它现在上面又省了好多人工成本机械成本 哦 造血特别方便 之前放在地上应该是碰完之后还要去平整 对 还要还要推一下 还要那什么 啊 现在它就都现在都都那什么都减掉了 直接实现一个一个对 对 听不出来就是均匀的 哎 对 它造出的雪的雪质也非常好 是 那这个怎么控制啊 这个东西 这个啊 这个你看哦您这兜里就有一个遥控器 对你看它能都是带遥控的哦 我试试我试试啊 哦这是上和下 上有上有下嘛 哦 这通过一个液压的一个一个充干完了控制 这是电控液压的这个车 左右转 左右都能转 它能转到360度 哦 能转一圈 能转一圈 哦 那确实在雪厂里边这样它就方便多了 方便多了 现在就管万龙滑雪厂就有我们450多台 是吗 一个滑雪厂就装了450多台 哦 现在全国这些大型滑雪厂都在采购我们的产品 哦 还有国外 日本 那之后国内的滑雪厂现在都是不断的在新建嘛 对 那对您这块的产业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发展的东西的事 对对 哦 今年又特别明显 今年就这个这个的任务特别重 订单特别多 那今年产值大概实现了多少 今年我们就这个造雪机旋转支架和那个锁道 我们要达到五六千万 是吧 哦 今年能达到五六千万 那明年可能会更高 啊对 这个市场需求 明年估计还要多 是是是 我听说您全家人都特别喜欢滑雪 对 我的外孙 是吗 我们经常带着外孙去滑雪 哦 是 小孩也会滑雪 对 您这还有视频 你看看我们这个外孙 咱们看一下啊 你看 哦 哎呦 哇 小朋友滑得真棒啊 今年几岁了 今年十岁 十岁的小朋友 对 哎呀这滑太大了 对对对对 看起来人羡慕他 哈哈哈哈 只要能滑成这样就好了啊 然后那相当于说呃您是也是鼓励这个下一代家里人然后去对接触这种冰雪这种对对对啊 您自己也喜欢是吧 我我喜欢是喜欢但是我发不了 哈哈哈哈 是吧 嗯 我发不了 但是确实有一些情怀 对对对 的确 因为如果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啊 不光有技术有水平 对 还得带一点情怀 啊 这样的话整个咱们这个产业就会一起来蓬勃的 对对对 好的 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的直播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王宇 只需要一小时左右 手中的热咖啡还没有放凉的功夫 我们就从北京乘坐高铁来到了张家口市 出了这个高铁站我发现在路面上跑的这些公交车似乎有些特别之处 那它究竟神秘在哪呢 听说啊这个高铁站旁边就有一个公交车总站 我们去公交总站去探访一下 走出张家口的高铁站 步行大概200米左右 我们就来到了他在一旁的张家口的公交总站 下面呢我们就来请一位负责人 我们讲解一下 你好 你好 请问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张家口的这个公交 它跟其他的这个公交在能源上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现在张家口的许多公交车呢 都已经更换了氢燃料电池车 这是咱们的一路车 这款车呢使用的动力的燃料呢是氢气 它呢在那个生成电荷水 通过它的电力呢来驱动这个公交车的使用 您可以上车看一看 咱们设置了好多这个惠民的一些那个设施 比如说USB接口 还有就是那个为了整车的安全 我们呢也有这个噴灵系统 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氢能 它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 它的这个效用如何呢 氢燃料车呢目前呢 我们可以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呢 正常启动 目前的张家口呢有304辆氢燃料车了 下一步呢年里之前呢还要到达140辆 所以说这些车辆呢 目前这个氢能源的这个占比大概是多少 在百分之如果这400多辆到达以后呢 在50%以上 为什么咱们张家口选用这个氢作为一个升级的替代 因为张家口这个城市的那个气候环境 您又得满足这个冬季延寒的条件使用 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新能源车辆的选择上呢 也首选氢燃料 正好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目前现在这个车辆呢 就是排气管子 其实现在叫排水管啊 这可以 您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发动机 这种车型加一次轻 需要多少这个体积的轻 然后来支撑一次轻车 这款车呢它一共有8个气瓶 每个气瓶呢是140升 140升呢它那个约大约能加3.3公斤轻气 8个瓶呢也就在26公斤左右 加一次呢咱们可以跑400公里以上 但是每天呢我们公交的日运营量吧 在270公里左右 所以呢 完全可以满足公交车一天的使用 我们每天加一次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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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控跟动力特别简单 而且还有那个操控感也舒适 是的 城科门体验如何 说这车这么安静 您这个清气从一般是在哪加 就在我们这边有围三路加轻站 多久加一次 跑400多公里加一次 哦 400多公里就要加一次 正好现在我需要加轻 我可以带你们去体验一下 好啊好啊 方便吗 方便方便 好的那我跟您走 好 根据加轻站的这个安全要求啊 所有的车上乘客必须要下车 然后车要熄火才能进行加轻器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位加轻站的工作人员 就已经打开了这个车身侧面的这个加轻的位置 并且呢是用手触摸了咱们这个加轻机旁边的这个 静电释放器 然后再拿起这个相关的加轻枪 进行加轻操作 那么更多关于这个加轻站安全情况的这个要求和规范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加轻站的相关负责人 您好先生 您好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加轻站有哪些特殊的这个安全要求 实际上我们加轻站和这个咱们常规的加轻站的安全操作要求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停车入位之后是不允许人在车上逗留的 而且要车辆要彻底断电 如果我们对这个加轻人员的要求更高 像我们伟三路加轻站它的操作人员是百分之百持正的 包括我们管理人员 咱们加轻站是以公斤为计量单位 但是咱们加轻站一般是以公升为单 咱们伟三路加轻站使用的轻都是纯度为百分之九九点九九以上的高纯轻 我们厂站在这个运营之后的规模呀 现在咱们设计加轻能力是1000公斤12小时 在运营状况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呢 可以保障150台公交车的应用 您好 四伍加车完车 好的 谢谢师傅 好的 现在我们的公交车大巴车已经吃饱喝足 加满了清气 我们上车去动态体验一下 师傅 请聊聊咱们这个加车站之后 怎么样这个脚感 提速很快的 有特别的感觉 特别的感觉 咱们这个车这个最快能跑多少 目前是先速 应该正常的情况下能跑120 刚好从这个清气站加满轻的车 劲儿就是大 平稳 安静 关键还是快 那它这个发动机是如何支撑 它这些功能体现的呢 我们来请专业人士 我们详细的解构解答一下 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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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来到这个一华通燃热电池发动机的展示 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边呢 是我们这个发动机里边六大核心的零部件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远程数据采集系统 它主要是这个GPS的这个功能 有这个定位 当然还有一些故障诊断和一些数据的传输 然后这个呢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整个燃热电池的这个控制系统 可以控制这个电池的这个稳定性吗 可以可以 就是整个都是由这个控制系统来控制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核心的部分 就是这个电堆的部分 就整个氢气和氧气发生电话学反应的这个场所 都在这个电堆里边 然后这边这三个呢 就是我们三个这个供给系统了 一个就是氢气的供给系统 第二个呢 就是空气的供给系统 那边呢 是我们一个水循环系统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的两款这个发动机的产品 您可以看到这两个体积不太一样 对 它主要是这个功率不太一样 我们小的呢 是这个应用的车型呢 就是比较小的这种中巴呀 然后有一些物流车呀 包括我们和北汽灵开发的这种乘用车都是用的这种小功率的 它目前我们做到50千瓦 然后这边呢 我们是有一个大功率的 我们现在目前做到80千瓦 就像您刚才做的这种长途的客运呀 包括12米的公交 种卡呀 我们是用的这个大功率的 跟其他的这个新能源电机相比 我们这个发动机 我们就是可以做到这个长续日里程 加工时间短 包括可以适应这种低温的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团队呢 对清华对我们支持很大 然后包括这个有一个清能的可再生能源研究院 也会对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我刚才说的这个可再生能研究院呢 就在这边 您可以多了解一些关于清能的相关 好的 谢谢您关于展现的介绍 好 感谢 刚刚啊 我们是参观了 跟清能相关的先进的设备 现在我们来聊聊跟清能相关的先进的技术 有请我们的专业人士 我们讲解一下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清能研究院 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清能研究院呢 是于19年2月份 由扎口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工研院合作成立的 同时也于2019年年底 货币成立为河北省清能产业创新中心 来 刚刚我来的时候呢 是体验了咱们扎口市的清能公交 以及这个加清的这个过程 我很好奇 整个这么一个系统 这个单个的点是有没有一个网络 把它串联起来进行监测 您还真来对了 这个网络呢 就是在我们的数据中心里面 我带您来参观一下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 我们是以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 以扎口市发展清能全产业链为基础 将我们的上游的制清场 加清站 包括应用场景的燃料电视汽车 公交车的数据都接入到里面来 通过这个大屏呢 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 制清场 加清站 穿了数据 包括节能减排 整体的一个运行的情况 覆盖了清能全产业链 我们的运行的总里程 已经达到了1700多万公里 比如说我们近9月3号 里程呢 运行了有2万多公里 然后我们低碳减排达到了18吨 那相关这个小汽车标上的 这个数据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的在这一个区域里面 比较集中运行的公交车的数量 比如说这个32 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有32辆公交车在运行 那整个的这个正在流动的 这种蓝色的 曲线是什么 对对对 这个蓝色的曲线 是我们公交车运行的一个轨迹 可以看到它在我们的全市 都在稳步的一个运行 嗯 可以 那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 清产业是如果服务于咱们的奥运 嗯 这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之一 我们开展的是 轻能出行的一个示范 届时会有600多辆车 在我们的赛区进行 人员的百度 无流配送等赛事服务的保障 好的 谢谢你们讲解 近年来啊 张江口市 作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正在持续的推进 清能和可再生能源产业 助力绿色半冬奥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我们从北京南出发 带您一路线上逛吃逛吃 到达我们的张家口山 你好 你好 这条街呢 它的这个地址呢 是在我们原的老金章铁路的遗址上 我们这条街呢 是张安口市区那的一段 嗯 这底下呢 是铁道 两侧呢 是老的火车车厢 这条街呢 它南北呢 375 很多的老百姓来这里呢 休闲 吃东西呀 玩一玩呀 来看看我们 京章铁路的这种历史痕迹 除了我们两侧这个火车之外 我们地面上这个钢轨 它有一百一十条 嗯 自一九零九年 京章铁路开通以后 嗯 到现在一百一十年的历史痕迹 我看这个店面 这上面还有一些黑白的老照片啊 你看这是我们张家口的 这个地标型建筑 大好河山大景门 哦 大建监 我们前面的呢 就是我们当年的火车的一个景象 您就看到火车了啊 说明这个 跟这个图片相关的这个当铺 我看他有缘分啊 张家口的百姓 对于火车这种情感也非常深厚 对 有很深的火车情节 嗯 因为人们说嘛 一九零九年 京章铁路开通 为张家口拉来了半个城市 嗯 特别是拉来了张家口的桥东区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片范围 而且这个范围呢 是构成了张家口城市现在的格局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 像我们那个时候啊 都是在这个火车声中 来确定时间观念的 当时我们表啊 很少 我们这个年代买个表 手表很不容易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火车的鸣笛声 来确定 这个是来到我们张家口 必尝的小吃 嗯 怎么样 觉得 不容易 我觉得 啊 我们连着西蒙大草原 而且我们的坝上 也有 哎 我们就这样坐着火车 一路走 最终 要奔着这个羊肉来 哎 好多人都这样 他们坐着火车 一路走了 哎 稍化间 拥到了我们这次 美食逛师之旅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终点站 哎 就真像坐火车一样 不知不觉间 就来到了张家口 张家口呢 它既是我们老金章铁路的终点站 它同时现在 也是我们金章高铁的终点站 正像张老前辈所讲的 铁路联系着地狱和经济 而美食呢 就联系着我们的人心 美食 台下舌尖 右上心尖 让我们期待更好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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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